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虽然讲到这里 很多人一定会询问任素希是谁 毕竟任素希在娱乐圈中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名气 但是如果说 你看过《驴的水》的话 那么你就一定会有所印象 因为他曾经在影片中唱着《我要你》这首歌曲 令人印象深刻 那个时候 他在电影里所演绎的角色 是一个自由打脱的角色 而且性观念也比较强 当时不少的观众都表示 非常的喜欢他所演绎出来坦荡的一种样子 而尽管说在最后的时候 他为自己的行业进行了买单 还背上了骂名 但是他演绎出来真挚的感觉 却还是让不少人感到眼前一亮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这个角色任素希本人 也觉得自己演绎的非常的不错 他表示 他就像那个角色 而那个角色就像是他一样 由此看来 他的演技确实是十分不错的 不过 虽然说在拍完这部戏之后 他就大火了起来 但是可惜的是 由于他的长相问题 因此被不少的网友们讽刺未尝的向吕 好在即使是如此 但素希本人也没有放弃 而是努力的坚持着自己的事业 而这样的一种行为 其实也是为我们所有人所敬佩的